本赛季严寒新片排的节目还是延续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短节目的曲目是如果我是个有钱人 自由华的曲目是代表飞上月的 对于这两个节目严寒自己非常满 这两套节目都非常的适合我 就是从华到现在最适合我的两套了 不仅是最适合我也是最难的两套节目 然后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倒得极下了也就 然后在跳跃方面也是采取最难的就是跳跃备战试影赛 两套节目当中那个小跳的东西和大跳东西比较多 脚底下那个步法也是非常快 也得要求他的滑行技术非常好才能完成 在二月份结束的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条赛中 严寒以259.47分取得了个人最好的总成绩 并且获得了南滩第三名 和索契奥运会时相比 严寒在技术和心理上都成熟了很多 比索契之前好很多 索契之前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会了 就是可能是心里压力比较大 然后也紧张 然后奥运会洗礼之后 我就可能就对所有比赛都都还还可以 不是那么的压力大 严寒在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条赛上的出色发挥 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他们向严寒列为了余生结钱 在上海市井赛的重要对手之一 对于即将开始的市井赛 严寒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相信自己 把它划出自己 赞上自己